各位你知道圣徒在地上生活什么是最成功的呢 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从圣经里面看 我所得着绝对的答案就是 当我们按着事实来生活的时候是最成功的了 这句话我们说了很多遍 但这也是天天需要强调和确认的 因为我们天天会面对很多叫我们累 心烦、不安、惧怕、受引诱的事 这些事都看起来很现实 甚至觉得比主的事实还要现实 可是从圣经里面看 我们的上帝其实才是最现实的上帝 在任何的现实生活里 若没有按着属灵的现实来生活 就会受世界的现实影响 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在现实里面 恢复属灵的现实 很重要的是 要恢复属灵的现实就是要把上帝 化于里的圣灵赐给我们 来带领我们的手脚 带领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学业 带领我们整个的现实生活了 这个现实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按着上帝的事实来运作 生活与人的关系 用钱就是最有权柄的了 今天我再次与大家分享圣灵的时候 再一次掌握这个圣灵的事实 继续受警戒 叫我们能从心灵的问题 环境的逼迫和影响里面出来 那属灵的事实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 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情况 问题或条件里 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主 上帝也是把最荣耀 最得胜的身份给我们了 这蒙爱得胜的生命 就是儿女的身份了 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 不是一个普通的自己 那是上帝的殿 是有荣耀、尊贵、有爱、有权柄的子灵 所以我们有钱也好 没有钱也好 有地位也好 没有地位也好 有多受欢迎 没有受欢迎也好 有多么才干也好 没有才干也好 我们已经是得胜、尊贵、有权柄、有母爱的身份了 所以我们天天要抓住就是这个没有改变的事实 然后我们也是属于天国的人了 这样我们能够享受天国的同在与能力 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活在地上的时候 不能享受天国的同在与能力 是因为不懂天国的事 我们要明白一个属灵的事实 上帝造万有的时候 造两个世界 一个是有现象的世界 一个是灵界 灵界是一直影响这个现实世界的 因为我们圣徒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生命 所以我们活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 其实是继续处在打仗的状况来的 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是在打仗来的 我们去上班、读书 也是在打仗来的 我们跟什么打仗呢? 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打仗 跟这个世界人的动机、欲望、要求、想法、意念 成功的思想来打仗的 因为这些世界的幽暗是一直把我们与事实隔开 所以我们要懂天国的事 才知道我们打的对象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够分别和有绝对的答案 但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打 靠虔诚、靠事实、靠忍耐就能打吗? 在《撒末尔记》上16章7节说 耶和华却对撒末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看外表来判断 靠自己的方法、能力来打 其实最有能力的就是内心了 因为主是看内心的 内心有蒙爱的心 有一个不认凭自己的心 总是会要知道上帝的意思 总是寻求上帝的美意 这就是大卫的心 他心里有这事实 所以之后 大卫在《撒末尔记》上17章那里 他是靠着他的内心里的事实 才能够干强、赚胆地面对 然后打败那巨大的费力士人 今日 当我们面对这世界所有的现实 不要看外表有多么吸引人 也不要怕前面有多大、多高或多难的问题 像费尸人一样 我们只要恢复这个内心里的属灵事实 然后靠着这个事实来面对这现实的世界 圣灵的大能大力 必会复必在我们身上 主的恩典也必随着我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